美食品家 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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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ONNIE & READER STAND 我是負責人 我是BONNIE & READER行銷家瑜 我們品牌訴求呢就是希望 每一種不同風格的女孩 都可以在我們的官網找到 適合她自己的飾品 我們上架的款式是最多的 那我們的定價也是滿平價的 我們在包裝設計 還有店面的裝潢 都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就覺得我們在店上的業績 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那個時候O2O的議題也興起 然後就是多多少的人都會來建議說 要不要去做線下的門市 我們會在Facebook 通過我們的門市的照片 然後再跟大家說 我們在哪裡有門市 然後除了Facebook外 自己的官網 還有自己的Line IG什麼都要發 因為當時在網路的開店平台只有兩間 那當時Stan他是有去 看一下那個團隊的背景 那就有發現就是 Shopline的團隊他比較國際化 所以才會選擇用Shopline 我們覺得Shopline的服務很好 回復速度很快 解決問題的速度也還非常快這樣 然後很多新的功能 我們提了他們 各一陣子就會立刻做出來 就是那時候一開始Shopline 並沒有會員分級 那後來有做會員分級的設定 那我們就有把我們的會員變成是一般會員 VIP會員跟白金會員 我們會相對給白金跟VIP對等的優惠 那我們覺得最好的功能是會員整合 因為線上跟線下的客人通常會不一樣 那就是希望他可以在線上累積會員 線下也累積會員 那這樣子消費的訂單都可以在同個帳戶裡面找到 我們使用會員整合功能 就是原本從一天大概三百個會員 提升一倍到六百左右 就是其實創業很辛苦啦 資金要備多一點 對 然後止痛藥也可以備一點 對 沒有正確的做法 也沒有正確答案 就是要不斷的嘗試 然後修正 對 然後嘗試修正這樣子 這沒有人沒了 你做電章真的是 東西學不穩 我們是Bonaire 我們在Shopline開店 我們在Shopline開店